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來分享一下 影片行銷懶人包裡面的教學內容之一 有一個功能就是 大部分的人都想要去抓漂亮的圖片來使用 然後又希望在圖片上面能夠加住文字 那這個功能其實很簡單 但是你要怎麼去找到合法的圖片 以及怎麼在上面加文字 大部分的人都會覺得 要去找到一個合法圖片 可能要先去買圖庫 可能要花好幾百塊 甚至好幾千塊去買圖庫 然後我們這邊來講一下比較簡單的功能 就是這邊有一個網站 就是電腦網路這個網站 他每次都介紹很多好東西 然後他這邊有介紹一個叫做 免費圖庫下載網站叫Pixelabay 好像是這樣唸吧 好,那不管 我們就到這邊來 然後我們先選擇一張照片 我先回到他的首頁好了 他的首頁在這邊 比如說好,我要吉他 好,這邊就好多吉他的照片 然後呢這邊有浮水印的呢 你就就是代表要付費的 那沒有浮水印的呢 是可以下載來使用的 但是他 一般就我所知啦 都是可以使用在你的 部落格上面啊 或者是你的 比較個人的分享 不盈利的網站 那如果要盈利的話呢 我還沒有去看他的 他的那個授權到底是怎麼樣 也許要盈利的話你就要付錢 不能夠使用這個吧 好,我猜啦 那不管 現在先 我們先去下載一張圖片來 我們主要是要做示範給你看 然後下載的時候呢 可以去選擇這個圖片的大小 那19201280就是 目前的電腦螢幕的大小 你目前看到這個電腦螢幕就是1920的寬度 那如果你要下載這麼大的圖片 你就按下載就好了 那假設我今天是 我今天只是要這麼大就好了 我不要太大的圖片了怎麼辦 那OK啊 我只是一個功能最簡單的 加住文字就好了 好,那 我就只要打開個Line 然後用Line的截圖功能就好了 然後截取我要的 好 然後在這邊寫字就好了 字體大 好,在這邊寫 我是吉他手 然後點一下移動按鈕好 放到我要的位置 那如果 因為它的字體有三種大小可以選 沒有太多的字型可以選 然後顏色有這幾種 10種顏色可以選擇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直接按下載就好了 好 這張圖片就直接下載 好,下載完畢 然後 然後 把這個圖片打開看看 圖片在下載區 下載區 好,你看 這就是我們剛剛的圖片 這樣做已經做好了 那 使用的工具呢 都是免費的工具 像這個 Line Line本來就免費的吧 然後 圖庫 免費圖庫 好 就這麼簡單 就做完了 所以如果你會靈活運用每一種軟體的話呢 其實不用花太多錢 不用花大錢去買很多軟體 並不是每一種功能你都要去買一個軟體 其實不需要啦 只要會融會貫通 有很多免費的工具把它湊起來一起用就可以了 這樣是不是更快 假設你用傳統的方式 你先去下載這張圖片 然後你用Photoshop開啟這張圖片 然後又在Photoshop裡面做這個文字 然後再把它另存型檔 那個流程 第一個花時間 第二個你要買軟體的錢 那我們用Line這個方式 直接擷取畫面 然後就直接存檔 這個 直接下載 直接存檔 你看 剛剛我花的時間不到一分鐘就做完了嘛 所以 靈活運用軟體 這個就是我們在懶人包裡面 最希望教大家 怎麼樣用最懶惰的方式 來完成我們要達到的目的 我可以對你 我可以在那裡 你很瞭迷 我可以跟進去 你一點